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现在饮食都还蛮讲究养生的 不过其实在百年以前 古早人嫁娶酬谢宾客所煮的这一种卤面 就已经蛮有养生的概念了 因为呢看看这碗羹汤面里头 不仅呢有扁鱼的汤头 还有像是各式的蔬菜 像是有包心菜 有红白萝卜 还有木耳以及瘦肉等等 那么从前呢管这个面叫做豪华面 不过现在在台南的大街小巷里头 只要一枚铜板就可以吃得到 另外天气冷了 用黑糖香饼煎麻油来吃 是一个暖身的好法子 不过其实呢这种黑糖香饼 正是做月子的好点心 有人呢说好好吃哦 一吃呢就吃了两百多个 而一间四十年历史的老店面 就用心传承了这个古早味 也使得这个黑糖香饼 现在似乎变成了做月子的这家伴手礼 半桌宴客看后厂大厨们忙得不可开交 洗菜 切菜 下锅 摆盘 各种三针海味趁先上桌 这种在马路上就搭起棚来 宴客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半桌菜中被誉为洗漆面的卤面 也都已经悄悄落脚在台南的大街小巷里 台南市我们刚才没卤面 炒到四十年了 炒到七八十年了 我那十菜卤面也说卤面 我们这是纯粹 纯粹我们饭得的卤面 不偷工解料是林玉婆婆煮面的坚持 用扁鱼 虾米还有香菇来熬煮汤头外 汤里面更是馅料十足 有胡萝卜 白萝卜 木耳 大白菜和寿鲤鸡 焦制成的面跟汤就叫做卤面 过去这些食材可都是华丽的代名词 要很多那你要跟老板说你要面多一点的话 他也会帮你加面 他就是说面多一点 对 就是没有加钱 这些碗说多大 他给你加点甜不可能 不可能把它占起来 最起码两天来的话 要吃个三四四 他的肉羹很坦雅 真的很好吃 知道为什么有卤面的由来吗 卤面喔 这个我是不太晓得啦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卤面 却已经很少人知道它的由来 早期交通不便 台南的婚嫁礼俗又格外注重时辰 南方送病人员未赶时辰 经过长途跋涉 到了女方家已经鸡肠碌碌 所以女方会煮一大锅汤面来酬泻 因此成为文定之面 经济富裕后就委托棕后塞来制作 穿着亮眼 金发高耸 棕后塞出身的林玉婆婆 煮卤面也已经有四十年之久 堪称是台湾的资深卤面师 我们老公饭桌已经55年 我们比较高耸 我们一月你做一月你套一套 那时候一桌才600元 都给那个邻居啦 穿着都来吃 看林玉婆婆备料 切下的每一刀都具有意义 不管是胡萝卜还是白萝卜 切成丁状是富贵豪彩口味 更能讨喜 我们不是刮墙就是不是丝状的 主要就是我们都要切成丁状 这是天丁的意思 另外包心菜椰子一片包着一片 是永结同心 餐有鱼浆的受礼籍 代表年年有余 面条象征着长命百岁 进入嘴里的每一口都有吉祥意义 甚至现在成为庙会选举或是生日 谭能仁指定的应景佳肴 我们这里的酸梨中600元 600元不够 我再给她鼓勵 我们这里吃一碗 她做800元 我1000元 我多加200元 林玉婆婆的好手艺来自母亲 13岁就跟着在菜市场卖面 手工做成的藕桂 更被美食家背书士 俯成第一藕桂 到现在还是用传统蒸笼来蒸 每一个藕桂 蒸材实料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日本人在这里 他们在台中工贵 大家已经太平了 大家都没吃 都拌去炒菜 炒菜 回来都吃那些 煮成花 大家都不吃 小孩吃不下东西 于是阿嬷将芋头削成千状 加进猪油末还有粉料 做成块状和其他人家 以物易物换来白米果腹 于是这道家传美食 就流传到现在 当年用炸猪油剩下的油末 当然已经改成香喷喷的肉燥 这个黑瓜结实就是 你如果拿回来 我们这个黑瓜 不用加盐 不用加盐 就很好吃 我这个日本 美国 都能拿回来 黑糖来做炒菜 来吃 做回来吃 比较有应用 也比较薄 老一贝总说 月子没有做好 到老就辛苦 因此衍生出 各式各样月子餐 其中这个 黑糖香饼煎麻油的习俗 就已经超过一甲子 将黑糖香饼中间挖个洞 打磕蛋在里面 用麻油去煎 慢火 将整个饼煎得香气四溢 陈妈妈说这种吃法 可以说是台南特有的传统 不仅当年她婆婆 是这么帮她做月子 就连她的女儿 也是如法抛制 做月子 刚才吃了两百多粒 她都吃三个回家 吃这么多 她自己觉得这样有吃 这咖啡手 也不会这样冷气 其实做完气 所以很多客人跟你订这个 可能是月子餐 对 最高订过几个 都要整千粒的 有了 一代传一代 一直到今天 很多人都还是吃黑糖笔 来做月子 所以从婆婆时代 就传承下来的高饼店 继续在水仙宫市场里飘香 放子也已经交到第三代 冬天的时候 需求量比较多 一天就差不多三百多个 然后做三回 将近一千个 陈宜人原本是电脑绘图工程师 因为不想转移到中国工作 刚好高饼店生意又很好 所以就顺势回家帮忙 接触市场后才发现 这款古早味 所有的人已经少之又少 肩负着神明感重任 于是全心投入 这个是我们从小看到大 然后这样子 然后耳鱼目 仔细研究面粉和黑糖比例 所以做出有别于市场上的黑糖香饼 它的香饼底部 黑糖够厚 厚到有嚼感 又能让饼皮蓬得相当漂亮 这个皮太薄了 太薄了它就会破掉了 哥哥会骂你啊 对 它会骂你 他说没错 你要给我用心做 反而不是爸妈念你 是被哥哥念 对 因为它要求很高 它每一颗都很漂亮 所以它很用心做 这样子人家看起来好看又好吃 烤鱼哥 除了当月子餐 还是下午茶点心 连小孩子都一个吃过一个 浓浓的古早味 第三代愿意接手 让陈妈妈感到欣慰 动辄上千的定量 让不失古异的老店 继续一礼不搖